今天是2024年5月3日 星期五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声音导航 今天我们会由美国的一个民调出发 探讨中美关系的前路 美国智库Peel Research Center 在4月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有81%受访美国人 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 其中43%对中国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调查又发现71%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近年在全球影响力增强 而61%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担心 中国会和邻国发生领土争端 而当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就只有6%美国人当中国合作伙伴 50%的人将中国当作竞争对手 甚至有42%的人就觉得中国是敌人 大约80%美国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 已经是这个调查 连续第五年得到的数字 反映敌视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大趋势 是政治正确 这个成就一定要归功给美国政客 每天在宣传中国威胁论 大话讲一百次一千次 真是有人信是真的 我相信不少好记性的人都记得 中国威胁论这一类的大话 讲了起码有十年以上 事任总统奥巴马 在环球金融海啸 cap完中国水救美国之后 就大力推动所谓重返亚太战略 天天在吹捧中国威胁论 之后经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 将仇宗发扬光大 什么都赖到中国身上 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又怎么会好呢 美国觉得吸中国水是可以的 但正是中国崛起就不行 但其实这种心态 不是独家对待中国人的 美国对待全球第二 一直一视同仁 之前就送了一个失落三十年的大礼包 给日本弟弟 所以只要中国人真正崛起 甚至想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一点是没得避免的 看Pure Research这个调查结果 其中一个图表就列出了这么多年来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到走势图 我们看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转向的年份 就是2012年 这一年正正就是奥巴马任来 美国借中国力量走出金融海啸之后 开始贩卖中国威胁论的初期 由这一年开始 美国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 和正面看法出现较差 自此美国人就越来越敌视中国了 有不少幼稚的反华传媒 很喜欢引用类似的调查 乘机抽水话 中国黑人争等等 其实大家回看就会明白 秀华是美国维持脆弱霸权的重要支柱 美国政客没有分党派一起实行 开始了十几年 已经变成连美国平民都觉得是真的谎话 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用另一个方式去说 有心人在这儿 有道美国人去仇视中国 试问谁可以顶得住呢? 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洗脑呢? 我相信 如果中国有类似的民调 估计结果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都会有八成的中国人 对美国抱有负面看法 没办法啦 美国政客就像政治奇行种那样 太多古古怪怪的言行 他们不止持续污染美国人的日常 更加成为了中国人茶余饭后耻笑的话题 中国人看得多 同样都会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不知所谓 更不要提美国已经对中国实行大量的打压政策 对于经历过2019年黑暴的人来说 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美国盲目支持以色列扩大战火 令到以色列失控 结果美国火烧后拉 超过50间的大学出现反战示威 这帮美国学生的表现 比起黑暴暴徒来说 连湿湿碎都算不上 和平几百亿倍 但是有传媒就很虽列出 美国三位高质反华的参议员 克鲁茲、科顿、霍利 他们有关大学示威的言论 他们左一句脑屈学生受视美国 右一句定声为暴动 中间加多句叫出动国民警卫队去执法 明显觉得场示威是十恶不赦 但同样就是这三个人说 没有看到香港2019年黑暴有街头暴力行为 他们就老屈香港警察对待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不可以接受 香港有变警察国家的风险等等 现在这帮政客吃民主回力都吃饱了 中国人就绝对不会论识此笑 更重要的是 类似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是继续制造大话去骗美国人 另一方面 更加令到中国人看不起美国的政客 觉得他们禁不住中国发展 只能够在无能狂怒和玩双重标准 为什么特朗普和拜登会被中国网民 改名为川建国和拜振华呢 就是中国人觉得 美国这两任的总统 包括他们的对华政策在内 不断在行差答错 不断在闹出笑话 就等同令到中国只要做好自己 不用理其他东西 美国总统就会自动帮中国加分了 传媒就经常引用 美国人敌视中国 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之类的民调结果 但同一时候 我们又会见到美国人、日本人 常来中国去拗生意 很想赚中国人的钱 反映美国和他们的盟友 越是叫囂去中国化 反而越是不可以没了中国 这一点才是Pure Research 民调背后的意义 展望未来的一段很长时间 美国政客都会跌入这个 又要反中国 又要靠中国的怪圈 这种矛盾到加零一的心态 更值得我们中国人会心微笑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周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